彭于晏的新闻 你会接受我跟一个 听不见的人的女孩子 或者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能够让我们再听过这么的名字 那个女生听不见 生日的那么可爱 可怜 他不是哑巴老板 他是青少朋友 他手语名词是 有彭于晏陈一涵主演的国片 听说不仅亦受成绩亮眼 日前举办的特应会也反应热烈 其中彭于晏因为偷看 陈一涵换衣服而流鼻血的镜头 更让大家津津乐道 感觉起来就是 就是因为我是看着一涵的腿 但不是在想的是 为什么没有她腿 因为她腿在前面 对她自己演的 对我觉得她现在蛮好玩的 因为要宣传电影 今天情人节 大家还是得在工作中度过 不过彭于晏却已带玄机的说 还是希望有个难忘的节日 莫非现在有对象 没有对方 哪还是对方 希望就是 这个前景能够 算是一个自己的 有秘密的前景 秘密的前景 秘密的前景是说 是有对象 是要抱在你 这是秘密的秘密的 我其实很少在过前景 因为我不喜欢过节过年 我觉得就是 就是商人在骗我们前的一个日子 所以 应该就是跟爸爸吧 爸爸是我的老男人 所以不管去哪里 什么节都是爸爸陪的 虽然情人节不适合赵又廷过 不过陈一涵仍是相当关心赵又廷 因为拍电影而造成的脚伤 我不知道 有时候在公司会遇到 就觉得他很辛苦 然后听说他有在看医生 希望他赶快好 因为他拍戏就是很拼的一个人的